各位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本週的賽事爆麻仔 我是杜卡 今天跟大家介紹三場賽事 然後第一場是臉部平權運動台北國道馬拉松 那台北國道馬就是其實也蠻有歷史的 享受全程封路的話就是這個賽道啦 然後它有全馬、半馬跟10K 然後它全馬跟半馬是同一個方向 然後10K是另一個方向 全馬的路線是半馬 就是同樣路線跑兩次 這場的門檻的話就是比較高 全馬的部分需要用申請的方式報名 只要是天氣還不錯的狀況底下 如果是有一點飄一點消息 其實很多人都會在這場破PB 冒險的是如果當天天氣很炎熱的話 就是一個非常大的考驗 它的路線算是比較平緩的 然後其它還是會有些起伏 可是相對來說是比較容易創造好神經的賽事 然後這場賽事呢 它的全馬的時限是4小時 比較精英等級的賽事 所以速度夠快的跑友呢 就記得關注一下這場囉 幫我們開機制了 去年跑步的跑友就說 就是它跑過最好的成績就在這場 就是非常適合破PB 然後有跑友說就是 因為你在國道上跑步 就是真的只有這場賽事來跑得到 然後是非常難得的體驗 還有一個就是有人說它的毛巾不錯用 大毛巾還蠻好用的 所以提供大家參考囉 那第二場賽事是海風馬拉松 那這場賽事是在 永安漁港 就是起跑 然後它的路線會沿著海進行 然後因為叫做海風馬 它的特色就是海風非常大 去年跑友就有回饋說 它吹來吹就可以把你吹到終點 可是如果是側風就很痛 然後補給的狀況 去年的成分數是3.9分 前年有一些就是跑友提供的建議 其實去年有些改進 當然在就是漁港的部分 它是起跑的地點 其實是稍微腹地比較小 所以起跑比較擁擠 起跑的動線的話 就是跑友也有給一些意見 就是希望可以更順暢 然後可以不要那麼擁擠 不過整體來說就是 事工是非常熱情的 然後就是跑友回饋就是 欸有好 然後也有需要改進的地方 然後期待今年囉 然後這場賽事就是 蠻多把我關注的123個人收藏 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簡章了 然後最後一場呢 是想介紹一下 就是海外的賽事 這場是叫做 神奇泰國曼谷馬拉松 然後它的就是 就是比賽時間非常近 是2月3號 也就是我們的小年夜 對目前還在報名 然後它的特色是 因為泰國非常的 算是蠻熱的 然後但是現在這個期間 是非常適合旅行的季節 因為現在是乾淨 然後雨水比較少 然後天氣是比較 就是適合旅行 而這場賽事 它的舉辦時間 是在 凌晨3點起跑 因為你到白天 天氣踩熱的時候 他一定要很早起跑 然後你就會感受到 從夜晚 然後一直跑到白天的 那個氛圍 然後這場賽事是 雖然是比較新的賽事 但是是雖然泰國 還蠻大型的路跑賽 然後它將近有 2萬5千人參與 然後非常的熱鬧 它起跑路線 會從拉加曼拉加 國家體育場 就是非常大的 就是官方的體育場 國家體育場出發 然後會經過路線 就是會經過市中心的 設定紀念碑 然後很多的就是 中調的景點 然後最後 會在民主紀念碑前 就是 進到終點 你如果是跑全馬的路線的話 等於是你把一些 中調的景點都看過一次 然後用你雙腳去體驗這個城市 是還蠻不錯的一個路線 然後重點是 你跑完之後 它有一個就是 就是非常長的按摩區 又可以享受 好好的享受 泰式按摩 還有就是賽後的小吃 然後 蠻適合去 入假間跑步的 然後這場賽事 它有 除了有賽事踢之外 也有玩賽踢 然後獎牌的樣式有出來 然後就是 紅色還看起來還蠻新奇的 衣服 潤圈馬的衣服也是紅色 就是 打到衣服之後 就覺得可以過年了這樣 呵呵 以上就是本週的賽事爆發展 我們下週再見囉 掰掰 漫古 泰國曼拉松 它跟那個 曼古馬拉松是不一樣 就是另外一場賽事 然後2月3號 我們在小年夜舉辦 那天聽到這個賽事的時候 就跟同事在討論說 欸好像可以去跑這場活動 很特別是凌晨3點起跑 然後我們就在想說 過年啊 一定要留在家裡 一定要留在台灣啊 所以 就是如果說你是 2月1號2號 然後 快閃 然後快速的 飛到 泰國 然後去跑一場馬拉松 然後跑完之後 再回來過年 就是 有點平 呵呵